而針對外籍看護 日前勞動部就傳出 有意要調高他們的薪資 還有保障他們的休假權利 但是這個消息呢 卻讓失能家庭很緊張 因為生殖者的照顧呢 一刻都不能等 尤其家中生殖者不止一位 如果這個外勞休息的話 家屬要怎麼照顧 最近不知道哪個單位 無意緊的在報紙講 外勞必須要每個禮拜休息 看到這邊報道 我手腳都亂了 那現在是怎麼樣 蘇媽媽邊說邊流淚 情緒實在止不住 因為日前報導傳出 外籍看護要定期休假 家中有三個生殖小孩 一刻不能等 沒有看護工 他該怎麼辦 而外勞的12年年限 也讓他們感覺 台灣的失能家庭 好像看護工培育所 一培育完 外勞就得離開 現在又要比照勞工休假 讓蘇媽媽痛批 政府在顧及外籍勞工權利之餘 沒有顧及到失能家庭 看護工是責任制的 只要跟雇主協調好即可 常用外勞是上班制的不一樣 跟相關的團體進行溝通之前 所有的措施的部分不會貿然實施 雖然勞動部表示一定會有完整配套 但社會中的兩個弱勢聲音 到底該如何平衡 值得有關單位好好重視 又一段TVLine 我是黃韻成 台北報導